七夜之中 我就想看到狼人直接来了一个梦队友 那边天亮了 我们切过去吧 选警长 上镜玩家请亮红灯 还没交手 除了一号四号八号和十二号以外都在井上 现在是三十一分 七号完全发言 七号玩家请发言 那个感谢巅峰狼人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现在巅峰狼人 大家只要这个内测阶段 就可以参与我们百万现金的金灯卡的抽奖 大家可以这个下载一下注册条ID 然后之后还会有一个主播所有赛 大家也不要忘记参加 那个现在巅峰狼人这个内测期间 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好吧我过了 九号玩家 七号玩家说 哎 八号玩家没上井 我也不知道他们俩认识不认识 那个我好人 哎呀 上马你别着急骑我嘛 没 那你看害了六号玩家 读错人了吧 真是 真的是 你是骑对人了 你把六号你家六号玩家怎么办呢 真的是 女巫反水有什么用 六号玩家 反水有什么用 还是没用 对吧 你也你就赶紧加入四号玩家文派吧 四号玩家你考虑考虑 收不收咋 不一定非要收的 好吗 那个 对 留一个位置给舒克 对 王春龙收的 其他也别啥了 我好人啊 我不知道其实啥 我给乌克兰加油来了 哎 乌克兰好像进球了 乌克兰加油 就这样吧 过了 十号来 乌克兰加油啊 加油 他进球了 我们晚上能多点个果盘吗 嘴巴 哈哈 哦 那个 这吧 因为今天我们是那个逻辑的碰撞嘛 所以说 有些东西不得不留啊 夜里劳人时间有点长啊 哎呀 最大老师啊 夜里又冲冲冲了是不是 很难讲啊 很难讲 不过我挺想吃果盘的啊 乌克兰加油就完事了 哦 因为我自己是个好人 但是七九十的发言就等于没发 所以大家不都说那个 前三个滑水的里面必有狼吗 所以嗯 我觉得七九里面不一定 都是好人了 前两把不都是那个 狼赢了吗 这把我是个好人 我希望这把好人可以赢 我过了 七号玩家 你不是说你买了把预言家装凉 你把美码摸到吗 戴面具之前说 就验你了 我想等着接金去了 怎么给人家加油起来了 我好人 我好人 那个也希望九号玩家可以晚上给我们多两个果盘 别的没有了 这是七号玩家 纯一段小广告 九号玩家 为自己的队伍加了油 十号玩家为他加油助威 但是我也没等到十号玩家起跳 那没办法了 我自己是个好人 前面是因为没有任何逻辑的碰撞的 好吧 但是这把的那个其他牌就 一会儿紧箱再说吧 好吧 紧箱再说过来 二号玩家 守卫不要守自己啊 你因为守不住的 守卫不要守自己 因为守不住的 女巫会毒的 还有 刚才激发炎 小伟 广告了 你的话就打他 我就打你 广告了 还有 我真的是觉得 这是逻辑的碰撞 我们逻辑都对了呀 都没撞过呀 我们归的都是狼 就没赢过 第一局我们归的也是狼 刚才我们 轮轮投的也是狼呀 就没赢过 所以 逻辑对的时候 和输赢 其实没有太大关系的 然后我听实浅了 因为你说 好人到现在都输了 这一把 你想赢一把 凭什么呀 不可能 你说 你说 因为不可能 因为你是一个好人 是不可能发出 这样的言论的 虎狼之词 你知道吗 这一盘女巫 为什么不毒手 说不定 有可能把手为毒了呀 这个也是很正常的 我刚才是 很佩服KS老师的 我是实话是说 我真的 我觉得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只不过想 Carry 没有错 真的没有错 但是在Carry的路上 越走越远 那我是很欣赏 我真的觉得 你一点问题都没有 肯定是玩聚焦的问题 他起太早了 那条弹舞你出来 我必须跟你 拜靶子 你很牛逼 骑士起对了 你妈骑士背锅 我欣赏你 我欣赏你 就明天名字改一下 骑士起对了 该不该喷 就改成这个 别的没什么 我帮你打骑了 你能不能挺下自己的 你不要跟你说 七号玩家你没打过 我就打他广告了 好不好 别的没有 我先跳个身份 可毒 可以 可毒 你无射程范围里面 请加上我 因为 你很准 反正 可以吗 别的没有什么 我觉得八号玩家应该好人 我就是觉得 因为 他在井下本来就 比较容易被捶 别的没有 后面愿家好好跳一下 我站边六 站边六号玩家 过了 三号玩家 我验的 十二号玩家是精水 然后我可能会验十 然后再去验个一 因为我觉得 二号玩家是好人 他对八号玩家的定义 因为八在井下 没有发过言 所以 我觉得 八号玩家身份 我无法通过 二号玩家的判断 去定义 所以我就验一首十 因为在井上 十号和二号是主动 去跟十号玩家 发生逻辑关系了 并且 对十号玩家做出了 他是狼的这个定义 然后我就去验一下十 井下呢 十二是我的精水 八和四 我觉得不用验 我就验一首一 然后 我觉得有可能会 六号玩家跟我汉跳 但是 在这里 还是说一下上一局 确实我给你道个歉 我 听完人以后 我就看到十一单死 我就 怀着非常大的歉意 我就觉得这局 肯定是我的问题 跟你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包括后来看到弹幕 我也非常的自责 就是 我觉得 就无论怎么说 神职 好人和好人之间 是不能坑对方的 当然跟这局没关系 这局我是愿员家 如果你跟我跳的话 那我还是得进 就是尽我最大的能力 去努力的投掉您 好吗 六号玩家 然后十二号玩家 是我的精水 我十一验 然后我希望 井下的四号 八号 是好人 然后以及 一号玩家 你们三个人能投票给我 十二号玩家 我就不多对话了 因为我验你的心路地层 其实就是因为上一局 他们说了一句什么 我是骑士 就应该考虑到 我这一局应该骑你 这样的 所以我就验了你 好吧 然后十二精水 十一顺验 我是一个愿员家 我希望大家能相信我 我过了 五号玩家 有点想站边六吧 因为 因为首先 他的精水是十二 不是二 就是你可以认二是好人 二打了十就好像 你要去验十 是二是你的精水 那种感觉 其次是二除了打了十 二保了八 二还顺着一的发言 说觉得七是广告狼 但是你却想验一 然后你却对于广告狼 没有什么定义 你不畏惧七号 所以不是很像 其他人我就不打了 我也觉得二是好人 虽然 然后 我倾向有可能六是真的 我过了 多好玩家 生个懒腰啊 但是我跟四号玩家不一样 我生懒腰的时候 通常代表我是个好人 我是个原言家 然后呢 昨天晚上摸了四 四十一张狼人牌 所以三四两狼 等会就一起打包 我挺希望四号玩家 可能是个梦魇的 在井下嘛 因为我看到在井下的 我总觉得有可能是梦魇 然后三号玩家就吃毒 验四的轻入历程就很简单 最近查查排 在发我头上的四玩家 没少发 但是呢 我验他 我是不是说 就是知道他是个什么身份 去验他 我也不在乎 他是个好人还是个狼人 我只是单纯的想知道 他是什么 我对于他的身份 我非常非常的好奇 因为这一盘 我拿到了一张原价牌 然后呢 没想到是一张狼人牌 很可惜 很可惜 那 井会有怎么留 我想想 因为我觉得五号玩家 发完言 我听得像一个好人 然后二号玩家 我听得像一个好人 所以这边三四两狼 情况下 井下剩一八十二嘛 二号玩家给了八一个定义 说八像个好人 八呢 我觉得给他留井会留 也没什么必要 也没什么意义 我想把这个十二给翻一翻 因为我挺想搞清楚 三号玩家是在骗十二 还是跟十二是同伴 在演一场戏 给我们其他外出的好人看 我只想知道 也许三四十二 就是三张狼人牌呢 尤为可知 所以把十二给翻了 第一井会留 第二井会留井上 我想去 想去验那个九 不太想验那个十 没什么太 就是第二井会留井说实话 你要给我找个多大的理由 没有 九十十一 说实话我都没太听出来 我都没听出来 谁是好人 谁是狼人 所以我就留一张九 十十一两个女孩子 就不留了 七号玩家 不是女孩子 但是个广告的 打广告的 我觉得留它也没什么意义 七八大概是同理 所以井会留呢 就是一个十二九 四号玩家是我的茶沙 三号玩家是跟我汗跳的 五跟二是两个好人 井下一八十二 有好人的就给我投票 有好人就给我投票 因为这个四号玩家 他肯定不可能给我投票了 我觉得十二号玩家 你慎重啊 你慎重啊 我不跟你说别的 我就说你慎重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身份 但我就是说这句慎重 好吧 过了 请上飞 自爆 好 稍等一下 三号老人排自爆 昨夜是平安夜 天黑请闭 欢迎回来 突如其来就自爆 对啊 三号玩家直接闪着自爆了 什么都没搞清楚就自爆了 对啊 然后就看呗 因为现在咱们也没什么信息 知道名的预言家出来了 然后就看会发生什么吧 然后这个板子也有守卫的嘛 然后守卫的话 理论上就会守这个预言家或者不守 然后看狼人要不要进行一个双爆 狼人是今天晚上是刀预言家呢 或者外置卫偷一刀 跟守卫赌个心态 一般也就是这个样子了 所以天亮看情况吧 对双爆 因为一般打出现在这个格式 就是双爆要吞颈灰了 但是狼人跟守卫之间会做一个博弈 看守卫今天会不会守真预言家 我觉得守真预言家 还是比较保险的打法 也不是啊 你守了真预言家 然后狼人再自爆 没有颈灰 然后第二刀 再补一个预言家 再补一刀 只能说 只能说轮次上 让狼人落后一个轮次 但预言家就不会再有任何信息爆出来了 所以就看呗 因为有的守卫会选择 就看跟狼人博心态 是有这种情况发生的 所以就看嘛 看他们的操作会打成怎么样的 那不守他守谁呢 如果是你 不守他守谁 就敏相啊 或者听发言啊 你觉得谁像身份 然后去 去守一下 都有可能 或者你就难听点说 我就觉得狼人可能会偷到外置卫 那我就空手 或者我外置卫去找狼人想 刀的那个人 然后去守一下 就是这样吧 我觉得 我觉得梦言板子 是不是守卫压力 稍微小一点 因为自己主要没被梦的话 好像都不太用自守 对 应该不太用 在前几天 但也有一种可能性 比如说咱们俩是狼队友 然后我是那个梦言 我没有敏出谁是守卫 我是外置卫梦别人 陆叶你告诉我 你听出来了 谁一定是 所以守卫也有可能是被偷刀偷死的 他没有吃过梦 是有可能的 但是你要知道的是 比如说这个像叫什么 梦言的自身能力强 他在今天晚上 他发现谁是猎人了 他也可以梦猎人刀猎人 对吧 梦猎人刀猎人 也挺赚的 对 你们知道吗 我拿着这个话筒的时候 我真的每次他们一入夜 就是放音乐的时候 我都觉得在KTV里面 就是感觉可以跟着唱 你给大家表演一个也行 不知道大家看着 每一次那个解说拿着麦克风 反正我当观众的时候 看着幼儿老师拿着麦克风的时候 我都感觉是觉得 他很像一个婚庆的司仪 不知道你们也会 而且他经常穿 就是很正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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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音乐 就很像一个 然后又是念稿的那种 对对对 就很像婚庆的 你不给观众表演个一字尖吗 算了算了 那你要不然唱首歌 算了算了 唱首歌也不忙 算了 大家不想看我 我知道了 大家可太想你了 大家不想看我 我知道了 我是强烟欢笑 明天你看你不来解说 我给你打一个赌 明天那一局你就看吧 全是夏天怎么不来 夏天什么时候来 全是这个 我给你赌 真的赌十块钱的 大家都能听 夏天的风 好 退水玩家请灭灯 人在井上的玩家有 自暴自暴自暴 7号玩家自暴 昨夜是平安夜 进入黑夜 天黑请闭 7号玩家都自暴了 7号玩家真的自暴 而且七号玩家自爆平安夜 等于说是两天平安夜了 对吧 两天平安夜了 然后他在自爆肯定得努着预言家去刀 所以就是两狼换一个预言家 然后天亮了就是三神打两狼 但是没有预言家的验人信息了 对吧 三神打两狼 然后那就直接很简单 生对局所有人排身份 我觉得这一刀平安夜还挺神奇的 这一刀平安夜 可能就是预言家 就刀预言家呗 刀预言家守卫也守了预言家 反正如果是外之位的刀 刀出来一刀平安夜 这个守卫是不管是自守 还是怎么样都挺厉害 我个人在没有看到最终答案的时候 我不会往那个方向去想了 因为很难在茫茫人海中 狼人又刀了这个 然后守卫守的又是那个人 对吧 因为在警上没有发太多的言 狼人和好人都是没有太多信息的 只能是靠敏相 靠敏相的话 很难狼人跟好人 敏到同一个人 然后就去诚心去守他 就这种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刀了预言家 咱们这个七号广告狼 自爆了 我实在是没有想到 突如前 广告狼还真有意思 真的是广告狼 一号玩家也说了一句广告狼 那一号玩家是不是铁好人 一号玩家自言自语 来又去广告狼 我觉得应该铁好人 因为你看狼队友聊的是广告 没有聊逻辑 然后狼队友不能在这说广告狼 而且七号玩家在狼队梦幻狼队 不是吗 肯定是梦幻狼队吧 你想和他做队友 七号玩家选择自爆 那他留下的狼队友应该也不会 就是那个是有主意的 我的意思 比如说像二号玩家 九号玩家是有自主主意 能敏向去听发言准的这些人 或者比如像三号四号 就这种会特别有主意 咱们这个弹幕里面 还有朋友有一个别的想法 就是第一天有可能狼人 像你说的那种情况 梦到的队友困刀了 是有可能的 因为这个平安夜刀的 而且七号玩家自爆 还是比较意外的嘛 好了 我们见证好了 天亮了 昨夜 六号玩家死亡 没有一言 对不起 四六双死 这局游戏没有警徽 现在是48分 请12号玩家发言 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 现在是一个惨举骂 只剩最后一个狼了 那么在我的能力范围 是找不到的 而且我是第一个发言的 跟我没什么关系 本身我准备了好多发言 但是大家报的就是 我那几个发言 不太在这个时宜内 都是前两轮想发的言 但最后一轮 我觉得没什么想说的了 就你们盘我在狼坑的话 我也接受 但是如果你们盘我是狼坑 那个流行玩家明确说 要去验我的 自爆的应该是我 而不是七号玩家 我也不好意思舔个脸 坐在这儿 坐到最后一局 要报的话也是我报 过多了就没什么了 我觉得三号玩家自爆 你们去盘嘛 不知道是怎么想的 一号玩家 忘记了六号的警惠流了 但是我觉得十二号 应该是个好人 然后我也是个好人 然后二号也是个好人 就我 我就是 我先淼淼水吧 然后我是个好人 就是我没有必要在前置位 就是我跟七肯定是够不成狼队友 因为我不可能在前置位 就说七号是广告狼 所以我是那个好人 然后抱了三个狼 把我跟二排除 然后剩下的就是 五八 五八九十十一 但我觉得十号玩家像好人 因为就是 因为首先嘛 就是三个 就是七号打了个广告 然后八号 然后九号加了个油 就十号很明显 他他是如果是一个狼的话 他如果十号是个狼 他不会上来就 就是踩 踩两个好人 的这种 因为十号不是说什么 就是三个之间必有狼吗 所以七号是个狼 我觉得那十号应该是个好人 怀疑一下八跟九吧 过了 四肯定是梦魇嘛 然后那个 所以都是小狼抱嘛 所以十二我也没觉得他是狼 因为我也没觉得是狼 反正后面还有个女巫 还有个守卫 打一个小狼 还加一个猎人 应该怎么打都赢了 起跳一下就可以了 时长如果不够的话 可以出一个我清楚一下 答应我就是 因为我跳身份我是平民嘛 然后不要再没跳身份的里面出嘛 我现在我们输一手出到首位嘛 我觉得这个身份实在太敏感了 别的没有了 其实 PS也真的发言太认真了 顶上这个发言 真的是不想输 那也没毛病嘛 他查查了四嘛 所以没本来就没什么 女巫跳一下嘛 女巫对挑我们胜输都赢了 对吧 如果有狼对挑我们胜输都赢了 但是你去保十号玩家 我觉得肯定是你是放下了成见 是这个游戏真的是很重要 但是十号玩家是不会领情的呀 以我对十号玩家的了解 嗯 别的没有什么了呀 别的没有了 就跳身份归就好了 等会投票键 然后再次谢谢那个 我没有惹祸送的可口可乐 拜拜六 五号玩家 是走了三个狼 一个好人 三四七都是狼 然后六是愿家走的 所以现在是三神 四名一郎的局 警推在先 应该跳身份 我不知道十二和一 是不是有身份没跳 但是我们其实是应该跳身份的 我是平民 然后我肯定是好人 为啥 因为我警上在三番万言 跳完预言家以后 他说他觉得可能是六跟他起跳 然后我当时就直接说 我说我要战边六号 因为我为什么要战边六号 逻辑也讲得很清楚 如果硬要盘我是倒购 我觉得也不应该现在就出我 因为我确实警上就站对边了 所以我觉得肯定是要跳身份的 因为狼其实也知道女巫是谁 我觉得第二碗那个四肯定是恐了女巫 他才没有吃毒 他也第三碗吃毒的 所以是没有必要藏的 一定要认为是狼的话 我觉得二还行 十二和一 其实一的逻辑我听懂了这一局 一反正唯一让我有疑虑的点 是一为什么敢点广告狼这件事情 一是好人的话 他会点的这么精准 我是因为一是很喜欢聊天的 他有可能是容易暴露视角 但是我现在可能暂时盘不到一 他是很像跟七不见面的 但是一有的时候确实也会讲这些东西 所以说我前面没有听出一定的匪徒 但是后面又大量出神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我现在也没有办法说我一定要出神 也听不到他们发言 我警察可能觉得十号会稍微有一点尴尬 因为十号在九号聊完以后 直接说乌克兰必胜 我觉得是稍微有一点尴尬 但也没有觉得他一定是狼人 我再听一下不过 八号玩家 我一直是一个特别尊重游戏的人 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这把怎么能赢 想来想去是怎么都赢不了 我那个菜逼梦魇阳队友 第一天梦队友 梦完了队友 这个汉跳狼看见我在这拍大腿 以为我让他自爆 然后 这个七号牌比我嘴快一下 比我先喊的是自爆 然后我就在想 他们四张平民牌 三张神牌 我今天可以扛推一张平民牌 因为我还扛推不了神牌 但是我扛推一张平民牌 游戏不结束 明天 我估计这帮人也不能放过我 所以说我想来想去 就怎么这把都 一张平民牌 扛推不了神牌 我哪怕是扛推这张神牌 我还不敢扛推抢 我扛推一个守卫 哪怕我是找着了想比如说圈圈是个女巫 也没什么用 第二天这个枪和其他的这几个平民还得干我 就怎么都变不了 我这把输就输在一手 我没有这个七喊自爆喊得快 别的想不出来啥能找的了 当四号牌说出来梦了三号牌 我就知道 哎 拉闸了 过了 交牌 好 八号交牌游戏结束 好人终于胜利了 我们来复一下盘 我们这一局游戏的 狼人牌呢 是三号 七号和八号 梦魇牌是四号 守卫是一号 预言家是六号 女巫是十一号 猎人是十号 平民牌是二号 五号 九号和十二号 第一天晚上 梦魇恐惧了三号狼队友 所以在第一天晚上 狼人就刀不了人了 然后第一天守卫空手 狼人没有办法刀人 女巫也就没有使用解药 预言家是咽了四号 梦魇是茶杀 在第一天白天井上环节 三号汗跳 狼人牌就自爆 第二天夜晚呢 梦魇恐惧了一号守卫牌 狼人落刀了一号守卫牌 女巫当夜使用了解药 预言家咽了十二号是井水 第二天白天七号 狼人牌自爆 吞了井灰 第三天夜晚梦魇恐惧了二号平民牌 狼人落刀了六号预言家 守卫守护了一号 自首 女巫开读了四号梦魇牌 预言家咽了九号 玩家是井水 第三天白天 八号场上最后一张狼人牌 就交牌了 那我们今天的三局游戏 就全部结束了 大家是不是意犹未尽呢 所以因为我们非常照顾 粉丝朋友的心 所以我们决定 大大大福利 我们再开一局 我们最后一局 来一把简单的 玉女烈白 那我们现在就先切一下解说席 让我们这边发牌 过一会儿就天亮再见了 会一会来 那个雪儿那边已经说了 加了一局了 我就不用再通知大家了 再一局玉女烈白 然后这一局 我的嘴开过光了 我提前预言了 说狼人会这个 然后就这个了 然后因为我对场上 玩家了解 比如说像圈圈啊 牛肉干啊 他们两个是属于 不是偏敏相流玩家 他们两个是偏听发言 他们两个听发言 定身份是很准的 然后那个站边也好 都是很准的 但是在敏相上 他们是没有像歪格这样 是敏相很准的 所以说那个 我觉得我不知道 四号玩家为什么去梦三啊 但是四号玩家 我觉得能梦到三 也就是一个情感感情梦 就是梦着玩呗 谁知道三是什么 因为四也不是敏相玩家 他敢第一天出手 那不就是都是自己家人 就梦一下梦着玩呗 然后导致狼队拉垮 也行 这个东西三局游戏 两局狼人胜利 这局狼人等于就交牌 让好人赢一局呗 也没问题 无所谓的 然后咱们这等于追加一局 愉快紧张刺激的玉女烈白 也挺好 没有今天四把 今天会马上再开下一把 玉女烈白 紧张刺激的玉女烈白 然后 是给我的吗 肯定不是给我的呀 对呀 你不上个镜吗 不 那个 某个人可能是粉丝 可能是什么 给我们的那个夏天老师 拿了一些吃的 对 他还刻意的告诉我 不是给我的 你们猜是谁呢 是哪个粉丝呢 我也不知道 你们自己猜 然后那个 换掉地上了吧 没有 我马上 我刚要接下来 优柔老师手术顺利吗 顺利 特别顺利 他现在正在休息呢 然后躺在病床上 写明天的那个 那个 那个什么词 那个那个辩论词 然后 吃啊 看你吃啊 当吃播呗 你又不唱歌 你又不唱歌 能不能说点正经话呀 说啥字句话 你让我复盘吗 能不能说点正经话呀 现在观众朋友们 要的不是复盘 因为没什么可复的 狼人就是拉胯 所以呢 我们就聊点别的 要不然你给大家唱个歌 要不然来个一字尖 要不然一字马也行 要不然你就表演吃东西吧 你就表演个吃东西吧 你说你狼人拉快 我不太同意啊 狼人 因为我觉得这狼队配置还是挺 狼人的配置 3478 就是这个狼人配置 你无奈 78什么的是在 3478的配置都在 没问题承认 但狼人 在这个板子 我说了 第一天如果是梦到狼队友的话 他们就很难赢了 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而且你要硬让我分析啊 你把这个节奏带回来 硬让我分析的话 咱们这么说 梦魇梦到了队友 不能说这个游戏就交牌了 对吧 不能说交牌了 只是书面就很大了 那狼队就通过继续努力 通过继续努力 咱们说那个玩具枪 起跳了预言家 他直接选择了一个自爆 不去跟真预言家 刚一刚的话 那么四号玩家 吃梦魇 他就被卖出来了 那梦魇被卖出来 就一定吃毒 梦魇还不能自爆 那你说这个游戏 是不是就不能玩了呀 那你说怎么着 所以这就是手机 没有没有 不是你们手机的问题 我们的那个也在闪 我们这边也在闪 是他那个设备这边问题 可能是连接线一些问题 现在那边正在抢修 对 是不是吓了你们一跳 以为自己手机出问题了 不是啊 不是啊 是我们这边的问题 那个导播这边说 不让我解释 因为他们那边也出现了 严重的工作失误 可能会扣工资 所以他不让我重点提这个事 那我就要带带他的节奏了 对不对 那我真尬聊没得聊 那我不得超级带节奏吗 那没办法 我就是这样 没事 闪瓶 我可太狗了 稍微等一下吧 等一下就好了 怎么还有人说好运来呀 怎么好运来 好运来就让你唱一首呗 第一天女巫不开药吗 第一天狼队空刀了 对啊 狼队空刀 女巫没有开药 对 女巫是知道没人死掉的 对 你看啊 其实第一天 就算狼队没有空梦的情况下 他只要没有手刀到女巫 那那个女巫就会救人 那女巫救人 第一天就是一个平安夜 三号玩家选择了一个自爆 对吧 然后他们选择了晚上到预言家 那个时候守卫 在不睹心态的情况下 也会去守预言家 然后导致七号玩家 起身自爆的时候 出现第二个平安夜 这都很正常 但真正的问题是 三号玩家自爆 七号玩家自爆 你不是四号玩家是明狼啊 不能自爆 他一定会吃毒 他是大狼 那这个游戏就交牌 就是两个字交牌 狼人在这刚才的那个情况下 梦到自己狼队友了 唯一想打下去的办法 就是跟这个真原家去刚一刚 不能自爆 一定要保住自己的大狼队友才行 你保不住大狼队友 这游戏就说了 梦魇街茶山也是挺劣势的 对啊 因为你说他跳一个什么吧 也是比较挣扎的 跳个守卫什么的 也力度挺小的 对 找着守卫 但是他 总归是狗不到后面去了 因为梦魇狗到后面 还是比较重要的 这版的 因为守卫的话 梦魇这张牌 一段在前面 第一天第二天一出局 对 就相当于是 三个小狼子 再跟着守卫就打 对啊 就很亏很亏 因为你看那个刚才 好哥哥八号玩家说了 说他输了一手 就是比七喊自爆喊的慢 所以七八就已经选择 就争着抢上去喊自爆了 他们可能就已经认为 当三自爆 并且四梦到狼独友的时候 就这局狼人已经没法玩了 我看有人说 跳一个白领法衣什么的 那是什么东西 是恐怖之间 哎 你其实就没注意大家 我没有玩这个游戏 恐怖之间 跳个白领法衣什么的 你玩这个游戏吗 我不玩 但是我会看直播 看他们直播玩 看他们看谁们 白哥啊 还能是谁啊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说是谁就是谁呗 然后那个 他们那边现在在准备 然后开下一局 大家就不要走开 等一下我们再看一局 最后的一局比赛 紧张刺激的玉女烈白 烈白 烈白 然后有人说什么玩具枪问好 为什么你们要cue玩具枪 啥意思 是因为他自爆太早了 所以你们在cue他吗 我也不懂 啥意思 自爆 哎呦 不知道 其实我也没太理解这自爆 对 因为第一天空刀自爆更难 所以四号玩家又不能自爆 其实我说了 你看咱们就说 刚才在游戏开始之前 我为什么说 我想看到狼人梦自己 因为狼人梦自己 心态会崩的 心态会爆炸的 也可能他是想要晚上 恐惧无侪女巫 对啊 所以就 恐惧无侪女巫 所以就心态爆炸 因为第一天如果撕走了 就没办法 没办法打 就只能是晚上 对 然后这个板子 没法闹 对 我觉得这个 没什么可 可讲过多操作的 因为操作上特别简单 就是狼人梦了自己的队友 好人没有任何操作 除了预言家 爆了一个艳人以外 好人有什么操作 没有操作 狼人所有的操作 都是针对自己队伍里 做的一些操作 比如说什么自爆 卖队友了 然后梦自己队友了 所以没什么可聊的 这个气氛真是抢人 要自爆可还行 交牌了吗 那不自爆 心态都炸了 帮我家说 他想要抢先自爆 都被叫那个抢先了 对啊 对啊 玉女裂白是标准时长 玉女裂白这个板子 我觉得是比较考验 这个听发言能力的 站边 站边听发言能力 基本战队边就赢了 对 战队边就能赢 然后如果是你站错边 第一天预言家被扛推出局的话 你终于这样就可以拍到 对 所以就 基本上就是练战边 练战边 所以就考验预言家的发言吧 那边已经入夜了 你听到音乐了 我终于理解 这个解说确实不太好 刚刚那个 我就经常看到有人说 那个赶紧别干了 快开始吧 那他们那边没开始 我们能怎么办呢 大家能不能稍微耐心一点 这个东西无所谓的 因为有的人可能会喜欢 觉得说 那个两个解说 吹吹牛聊聊八卦挺好的 有人觉得你应该技术流去解 去解说 去讲逻辑 那你在做任何一件事的时候 都有不喜欢你做这件事的人 出来觉得说 你能不能不要干这件事 去满足我另一件事 所以就只能照顾到所有的人 那我就是有逻辑的时候 我就讲讲逻辑 没有逻辑聊的时候 就陪大家尬聊 如果大家不喜欢听解说尬聊呢 就可以去选择上个厕所 倒杯水 然后等着下一把开始 对吧 有人说聊聊游戏规则 玉女裂白是最基础的一个版 然后可能大家如果面纱玩的不多的话 接触网纱 最大的区别就是白痴牌翻牌 面纱是不需要这道的 对面纱白痴牌被扛推出局 他翻牌证明自己是白痴 不留意言 然后从下一天开始 他就可以查别人的话 其实像有狼人 因为在不需要追刀的板子里面 跳一个白痴 把真白痴推出去 也算等于把一个绳 就直接弄走了 狼刀可能就领先了 也挺好的 但是你把他推走之后 你板上不用刀他 他就已经死了 他就一直在说话 对 他能说话 但是他已经死了 这个时候对于狼人 特别不利的是什么 因为白痴可以插话 好人是很刚烈的 都敢跟白痴吵 白痴说你凭着投我 好人说那你翻一刹 我就投你 怎么样了 但反正 但是到狼人 气质可能就弱下来 所以其实白痴 分白还是挺有意思 但是白痴的话 他是没有投票权利的 他等于是一个灵魂 他是一个名好人 没有投票权利的名好人 他就可以在 规票那个人发言的时候 他定一个规票 然后好人就听他的规票 去投就行了 但我认为 你白痴在这个板子 都已经被扛推出局了 我觉得好人 就已经很大劣势了 很难追回来了 但有的时候 比如说 我看那些局 白痴 因为他能插话 到后面 他可能 有一个狼人做身份 去投了同班 倒钩这样的一个 倒钩票 前提是 好人投错了票 投了匪票 但是因为发言 其实还是考验发言 白痴就问 你为什么投我 好人就说 我有一万个理由 投你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白痴被他说的 牙口无言 就发现 他应该是好 天亮了 我们先过去看一下